哈喽哈喽 各位同学们晚上好 欢迎大家来到大鹏教育的直播课堂 今天呢是我们多风格商业插画 模块的最后一节课 是一节总结课 那么在这节课中 我会给大家介绍一个做作品集的方法 是一个比较轻松的课堂 最后一节课了嘛 我们就放松心情啊 来做一个最后的对之前作品的一个总结 还有做一个作品集 我们之前不是做了特别多的作业了吗 大家应该都已经画了不少了 那么我们要把前面画过的图 都给它放到一张上 做成一个你自己的作品集 然后这节课的作业 那我说一下这节课的作业 也是非常非常简单啊 就按照我们上课的时候 做的作品集的方式 你可以把自己的小插画 或者是自己不仅是我们这期的作业啊 也可以把以前你画的原创啥的 都放到作品集里 那OK我们就 带大家来看一下什么是作品集 这个呢是我已经准备好的素材包啊 这个大家应该一会去群里边就能看到了 或者是你们也可以去官网下载 这个素材包里面呢 其实我给大家放了一些这种作品集的小历图 像这个就直接就把作品集这三个字啊 写到上面了 写上去也行 然后呢我们会写一些你的个人信息 你叫什么名字呀 就是真名或者是你的小昵称啊都可以 然后就是你的联系方式啊 或者是你的邮件啊 这些写不写都可以啊 主要是要名字 然后你也可以写点自我介绍 比如说我画画多长时间了 然后擅长画什么画风啊之类的 跟大家看一下我的个人简介 但是这个只能算是一个简介 它不能算是一个作品集啊 因为作品集呢会更多 不过大家写简介的时候 可以参考一下我这种形式 比如说把自己名字放在这儿 你也可以放一个你自己的照片 或者是头像啊都是可以的 还有呢就是你要可以在底下写上一点 自己擅长的画风啊 或者是画画画多久了啊 去画过哪些画风 然后也可以写点自己的小感想啊 之后把你的作品放在底下 或者是旁边 像这样啊 平面作品你还可以给它分一个类啊 我们做风格 多风格不是画了特别特别多的风格吗 你就可以给它分成平面类 扁平类啊 或者是一些厚图类 都是可以的 看一下 他们这些作品集呢 是有一个排版的 不是随随便便就放在里边的 还有像这种扁平风 还是像这种写实一点的 比如说你就可以把我们的 这个韩系厚图那节课啊 就放在这边都是可以的 然后也可以放一下你自己的这个海报啊 或者是一些啊 自己做的一些小作品小原创 这些都是其实是分好类的 大概来说的话 就是把我们之前的作品全部都贴到一张长图里 你们会发现这个图特别长 对不对 就像老师上课时候用的那刻件一样啊 非常的长 我们都可以把作品放到里边来 形式的话就是啊 可以带一点自己的小设计 如果你是全把图啊 又一张一张把作业都贴上去了 那也不太好看 对不对 所以我们还是要给它再做一个小小的一个小设计 比如说你可以把这个画啊 给它加一个边框 或者是这边放一张完整的画 然后这边呢放一下它的局部 因为我们的图不是都画得非常细致嘛 就肯定会有一些小细节 你想展示一下 包括这边也可以做一个小色卡 还可以在底下用字体标上你对这幅画的一个感想啊 或者是画的时候有什么心得啊 都是可以的 看像底下这种形式 我们就可以借鉴一下 老师临摹的作业也算作品吗 你说的是我们临摹的案例图是吧 那也算的 也算是你自己画的嘛 当然如果有原创放上去就更好了 我们这就相当于一个总结课嘛 大家把之前每一个风格底下都画的画可以放到上面去 都是OK的 这几个形式它都是统一的 所以大家如果你要自己去做作品集的话 就不能你给这儿放一个大图这样做一个形式 然后又回到上面这儿啊 又用了一下它的这个形式 就是给底下铺一个大背景啊这样 这样你作品集做出来会非常杂乱啊 就看起来比较水啊 不是那么专业 所以我们在做作品集的时候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项 就是你必须得把排版啊 都给它统一到一个 同样的形式里边 你就比如说这个作品集吧 它的排版全部都是啊 这张一张完整的画 然后这边小图小细节 底下标色卡像这些 标些小字都是OK的 它全部都是用同样的形式来做的 所以我们在做作品集的时候啊 你就要首先来选定一个形式 你是要选这种构图 还是像后面这种啊 是一个大背景 然后上面都是一些简约插画之类的 这样做出来之后 我们这个整个作品集的画风才看起来比较统一啊 如果是底下里边这个画风 这张和这张画风不一样啊 但是只要用同样的形式给它做出来啊 它整个作品集就会看起来非常的统一 非常和谐 像这个作品集它放的就是这边一张完整的图 然后统一一个深色大背景 背景里面我给你们放大看一下 可能比较暗 这边呢是把一个图案 就是它这张画啊 给它放大了 然后又把透明度减小了 做成了一个背景里面隐隐 就是那种 看起来不太明显 但是也可以作为一个衬托的背景 让这个黑色部分更加丰富一些 用了一下这种形式 旁边呢还给它标上了名字 加了一点边框 还写上了这张卡的名字 你们会发现所有的海报 它们都是用这种形式来做的 右边放画 左边呢是普通的大背景 里面呢可以放一些 你把这张画放大了之后 一些小机理啊 或者是你直接把这张图放大的 放在这也OK 这两张图 你们会发现 它没有把背景里面 没有把这两张图 直接放大了用 是给它另外做了一些 小机理上去 这些形式都是OK的 整个会统一到一个 深色背景里面 老师我PS卡了 关机重启 不是关机啊 是把PS重启 把PS关了试一下 就我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像上节课 我们做动态插画的时候 它不是直接就崩了吗 这个可以教大家 再一个快捷键 如果你PS卡了 你按这儿 关闭也关不了 你可以按一下 Ctrl Alt加Delete 你们能看到我这边 应该是黑屏了 但是我另一边电脑屏幕上 它显示出来了一个 它显示出来了一个任务管理器 不是这个 是这个屏上 它会有几个选项 你就选底下 那个任务管理器就好了 我再说一遍 快捷键 写一下 Ctrl加Alt 加Delete 这三个键 你们把这个任务栏调出来之后 就直接把这个PS点一下 选中之后结束任务 它这个电脑就自动 直接给你全部都关了 把这PS关了就 之后自己再开就行 还卡是吧 那肯定是你电脑配置 可能不太能跟得上 这个是跟电脑有关系的 老师怎么选择 属于自己合适的画风 还是每个画风都会 这个其实是一个大体系 之后可以跟大家详细讲一下 我们先把这个作品集给搞定了 之后大一或者是我们讲完课 可以好好跟大家聊一下 怎么去寻找自己画风 或者是像这些风格方面的问题 大家也可以准备准备 自己平时遇到的一些问题 或者是困惑啥的 我们一会都可以 同意跟大家聊一聊 用我十年的插画经验 看能不能帮大家解决一些问题 OK我们还是来回到正式上课中 先把课上完 也就是说我们作品集 一定要放在一个统一的大背景里 它的形式都是一模一样的 像这张它就是全部 你背景是一个深色的 那全部背景都是深色的 像这张啊 我可以感觉这个比较符合我们多风格 统一的一个画风 一会可以教大家来做一下这个风格的作品集 感觉还挺实用的 像这个它里边就用了一个统一的形式 就是把每一张图片 给它稍微做了一下修改 放到了一个相框里 然后这相框里呢 放上你自己的这对这个作品的名字 底下呢 也可以写上你的一些感悟啊 中文英文都是OK的 这张主要的形式是 把它放在一个画框里啊 所有的作品都在框框里面放着 然后底下也可以做一个小图标 SX上面呢 放上你的这个照片 或者是个人的一些介绍啊 这个排版呢 就需要大家去横着放了 就不是我那张那个个人简介上面啊 这边是照片 左边是照片 右边是画了啊 这个呢 就需要大家把自己的头像 联系方式啥的放在上面 也方便大家去你的朋友圈呀 或者是空间呀 或者是微博呀 那各种平台啊 去把自己的作品上传上去 也方便大家 如果有老板啊 比较喜欢你画的画 那可能就直接联系你去 想让你画头像 或者是画啥来的 是不是 这就是商机 所以大家这个作品机啊 都是一定要做一下的 也是对我们自己之前作业的一个总结 像这个 它就是统一放在了一个浅色背景上 你们会发现 它这个整个颜色是比较深的啊 是饱和度也是比较高的 浓度会比较高 所以呢 它放在一个统一的白背景上 就会显得特别和谐 所以大家自己在做完作品集之后 你要把画面稍微缩小一点 就0%或者是 就是全部都能看到画面 检查一下自己的画 可能哪边放的位置不太对啊 这个时候再给它做调整 像这张作品集 就是统一全部都是正方形啊 方方正正的尺寸 把画调成正方形之后啊 这边多了 有一个叛徒啊 这边有一个长方形的作品 但是它是放在最后的 你们发现没有啊 其他的都还是一个正方形 所以有一个啊 在底下这儿那么 给大家其他规格不太一样啊 也是OK的 但是大家尽量就 你如果把握不住啊 那就所有的照片 如果要做方的啊 那就都做方的 如果是不做方的 统一的形状 那就要像参考一下我们这张 用相框来做一个长框出来 让它们整个呢 都会放到一个统一的画面里 然后你也可以给上面 写上你自己的名字 照片啥的 这我就不多说了 然后呢 带大家来做一下 我们这张作品集 我觉得这个是比较 和谐的啊 这个画风呢 因为我们多风格嘛 它不是像日系啊 或者是那种古风 或者是原画的 有一个统一的风格 我们多风格 这二十节课下来有 我数了一下啊 有十四张作业最后 十四张成品的作业 就不包括我们今天这个作品集啊 这总共有十四张作业 那尺寸呀 画风呀 肯定都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形式 会比较符合我们多风格作业的一个 作为它的作品集 OK那接下来 我已经把 我们之前所有的案例都整理好了 我先把它们拖到PS里 来给大家做一个示范 OK稍等一下 有点卡 打破固有规律是吧 对就是 其实就是这个意思 你可以给里边 稍微做一个小小的调动 但是像它刚那张正方形的 如果你把这张长方形 放在中间这儿 那这儿肯定就会多出来一部分了 那其实也不好看 所以它就把它干脆就放在了最底下 没画完是吧 没画完不要紧 画了几张我们就做几张 然后我也 因为上节课不是跟大家提到了一个福利包吗 我已经发给学官老师们了啊 就让他们去准备准备 然后呢就跟大家发福利 福利呢是有分阶段的啊 就我分了三个福利包给他们 那三个福利包呢 他们是逐次上升的里边的福利 所以大家根据自己的作业数量去领就好了 那这个之后 学官老师就够几张会通知大家去怎么领 那这个不用担心 OK 我新建一个文件夹把我们之前的案例 所有案例都放进来 但是我放的这些案例不一定跟大家画的都是同一个啊 就是这些啊 总共有是有十字张 包括动态插画 如果是加上今天的作业啊 今天对今天是有作业的 但是今天的作业非常简单 就是把你之前画过的所有的案例图 不管是临摹的也好原创的也好 通通都给他做成一个作品集就OK了啊 是不是还挺简单的 我先把所有我们的案例都放进来 有的我忘记给他去水印啊 不过大家做作品集就行 也有的同学可能你在这节课里边 跟我画的不是同一个案例啊 那也不要紧 只要有一个图在就OK 好我先给他们统一缩小一下 大概是一个这样的大小吧 今天作业有上传通道吗 有的 我一会儿都是上完课 我就立刻给大家开好吧 我先大概摆一下这个位置 像这张画先全部都给他挪出来 然后画布尺寸也是没有规定的 这节课我们没有规定画布尺寸 大家根据你作品的尺寸来就OK 比如说我们这些作品比较多 那我就可以把尺寸拉的稍微长一些 因为目前看作品集 不管是电脑还是手机上啊 用这种形式就是一个大长条 长图的一个形式来做会比较方便 也会方便大家去看啊 你用鼠标滚轮滑动呀 或者是你用手机在那上下滑啊 都是会比较方便的 我先把所有作业都拖出来 大家也可以准备一下 我们之后有一个回答问题的时间 你们也可以准备一下自己在画画过程中 遇到的一些问题 或者是一些对于画风上的烦恼 如果作业太多会不会画布太大 上传不了了 我们的规定大小是多少呀 我之前没太注意这个 大家上传作业的这个规定画布尺寸是多少呀 全部都拖下来 我不是按顺序拖的 这个小鸭子好小呀 以前没说过 是没说过那个作业尺寸大小是吗 不过这个都是有方法去解决的 大家不用担心 我们一会看一下尺寸 有没有同学自己之前交作业 这动态插图我们就不把它加进来了 因为这JPJ可能没法去倒那个JF 如果是动图想让它动起来 那只能存JF 好我稍微整理一下 把这个比较小的 我们可以稍微放小一点放它旁边 你们上传作业的时候 有没有尺寸太大上传不上去的情况呀 有说规定尺寸是多少吗 它应该不会规定尺寸 是会规定文件的大小 是那个几M呀 或者是多少去规定的 有没有注意它设置的是多少呀 有说规定到几M吗 9M是吧 9M其实挺大的了 完全没问题 尺寸也有规定吗 你们跟我说一下尺寸是多少 如果是文件大小的话 9M我觉得是完全没问题的 就我们这个作品集的数量来说 不能超过两米 你放心你放心 我们建的所有画布都不会超过两米 这个放心 不会有作业超过两米的 这个大家不用担心 我们建的最多的就A4了 对不对 A4用的还是很多的 我256色就传不了10米 10M是吧 那你可能是导出的时候 导了是不是一个高画质呀 因为如果一般是按A4画布来 建画布再去画的话 应该不太会超尺寸才行 才对啊 你是不是调了分辨率啥的了 因为如果是调分辨率的话 它也有可能直接就 就有一种电脑快撑不住的感觉 因为分辨率它不是单纯调分辨率的 你在调分辨率的时候 你的这个画布尺寸也会跟着动 不知道你们注意了没有 动图是吧 动图这个其实不强求 只要导出了就行 单张2M是吧 一共不能超过9M 那这个放心放心 我们一会儿来给大家看 我自己把做完这张以后 我们来导出看一下 画质啥的尺寸啥的大小啥的 都是有办法去解决的 我再给它稍微排个板 把这些全部选中 往底下放一点 因为我们一会儿上面还是要放一个个人的介绍 包括照片啥的 这一步你可以把画布缩的小小的来看自己的整体布局 2M 单张不能超过2M是吧 那这个规定还确实挺小的 这尺寸 这大小 如果上传不了的话 上传个局部也行 或者你就像刚才单张单张去传 画布大画的时候都卡 这2米是咋画的 2M 如果是2米的画布 那可能 那可能只有上万块钱 甚至超过好几万的电脑才能带得起来 我们这小电脑是扛不住了 哎呀 好家伙 多余了一张 你看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水彩蜂这一张 我还蛮喜欢的 那我看看 要去掉哪一张 把它给放进来 把民国这张去掉吧 民国这张 有点过于窄长了 你们不用 非得按照我这个排版啊 因为大家画的案例不一样的话 那肯定就会影响你的排版布局 一上号PS到 加热是吧 我们不删割画 把这个智能对象给它保留着 万一一会儿还要再把画布扩大缩小呢 是不是 OK 接下来来带大家做几个 像我们刚才看到的 这些作品集 我去把那个参考图翻出来 瞅一眼 我们是要做这个 像那种把照片啊 一张一张贴到墙上的感觉 首先我们来给每一张画 做一个小边框 你可以把它单另出来做 之后拼到一起也OK 我们为了避免大家坐着坐着啊 这么多图层一会儿作乱了 我们给每一个图层打一个组 比如说暖心治愈风这一张 然后就放到一个组里边 然后在这个组里就给它做一个背景啊 或者是边框呀 都OK 你们可以先来看一下 我们这个案例 它是用白色的像框纸 白色的纸去给它印了 然后边边的带着一个粉色的过度 就刚开始我们直接画的时候啊 你们可以用一个带颜色的来画 先给它框住 周围留一点空隙 然后照片嘛 是不是底下会稍微宽一些呀 我们就给底下这边稍微多留一点位置 一会儿去给它写上名字呀 或者是你的一些小心得 差不多留一个这么 这样的一个大小就OK 你也可以单独做 美图秀秀 那个真是个小机灵鬼 但是美图秀秀 做这种图是非常糊的啊 你导出之后就 因为图非常长 给你们看一下 如果用美图秀秀来做这种 确实方便 但是它导出来之后 你放大就全是马赛克了 大家还是动手做一做 OK 我们再铺好背景之后 旁边这些小阴影 过度小阴影的部分呢 我们来用外发光来做 先点到这个图层属性这边 我们来选一个 就是FX这个标志 我们来选一个外发光 再来选一下模式啊 这个时候模式就 改成正常模式就行了 如果是要发光的效果 那你就可以给它改成 这个变亮绿色这一部分 这个我们只用正常模式就OK 然后过度的话 因为我们如果每一张画 它的过度都不一样啊 过度颜色都不一样 那也会感觉比较奇怪啊 刚才也说了 我们在做作品集的时候 尽量都给它用一个 同样的形式呈现出来 我就直接用这个 案例中的粉色来做吧 选好这个粉色之后 重新换个色 再偏粉一点点 OK 我们可以在这边来调数据 像这个扩展 它数据越大 你这个边缘就越清晰 这个大小就是调大小的啊 顾名思义就是调边框大小 然后扩展我稍微给它关一丢丢 14 15这个样子 我觉得效果还挺好的 那差不多就用这个模式来 不透明度也可以调整 颜色深了浅啊 这些都是可以调的 差不多这个模式吧 然后我们就把背景颜色 换成白色就OK 那这一步我是用了一个快捷键 先把涂层不透明度锁定 然后按Ctrl 加那个back键 它是填充后景色 我一般比较习惯 用后景色来填充 OK 我再把这个图缩小一下 给我们照片多留点空隙出来 填好之后 你就可以在上面写上你的 对这个作品的一个命名 我们给它起一个名字 叫我把字体放大一点 可以写那堂课的名字 就比如说我们这一张是暖心之欲 画风的作业 就可以给它直接标一个暖心之欲 然后字体你也可以换一换 如果大家电脑上字体比较少 你可以去官网上 或者是你在百度去搜一下 有一些字体它是专门有 因为是有版权的嘛 所以就是得去一些专门的网站上去下载 可能还得付费 但是大部分字体是不用的 再小一点 然后给它改一个颜色 这颜色有点太暗了 我们给它换一个 深色 看一下效果 我觉得这颜色OK 然后呢我们还可以在底下写上一排小字 标注做一个备注吧 比如说我这张画学习到了什么知识点 或者是你对这张画的一个感想 比如说这个 我现场编一个 比如说 少女暖心之欲风 之后我们把大小缩小一点 因为上面呢有一个大字了 我们这个作为副标题来讲 就可以尺寸稍微小一点 再给它加一个小装饰 加个横杠就OK 这些小装饰 你们也可以给它换一个样式 比如说画一个小猩猩 画一个啥的 这个大家都可以自由发挥 把这个字体再往底下挪一点 这一部排版呢 就需要大家耐心的去调整每一个字体的位置 因为我们这是第一张 大家第一张一定要好好去给它 斟酌一下位置在哪 因为我们之后都是 所有的画都是要用这个模板来做的 OK 整个边框设置好之后 我们还要再给它贴上一张这种 小胶带小贴纸 做一下这种 把相片贴到墙上的这种特效出来 选一个颜色 直接用矩形框框住 调整一下位置 比如说第一张放在 左上角吧 之后你可以放在右上角 放在左下角 都是OK的 不透明度再稍微调整一下 然后一张照片 就是一张相框 最多最多贴一两个小胶带就OK了 如果给它四个角都贴上 那有一点怪了 所有的胶带都贴上去以后 就感觉画面不太干净了 OK 缩小看一下效果 我们的作品还是非常显眼的 好 那这一个相片特效 这种效果我们就做好了 那之后的每一个 都是要按照这种模式来做的 再给它稍微调整一下 OK 我刚才是打了一个组 所以他们现在不管是你的作品 还是边框 他们都是在同一个组里 还有文字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 Ctrl加勾给它复制出来一个 然后把它挪动到一边 随便挪动一个位置 我们就把下一张图 比如说这个新中式这一张 放到刚才复制的文件夹里去 把我们这张短信之欲给删掉 把你的新中式塞进去 稍微缩小一点 但是由于画面尺寸比例不太一样 这一张呢是偏长方形一些 我们就可以继续给它调整一下背景上的 调整一下背景 就是这个相框 瞅一眼啊 是这一张 我们因为之前用的是图层样式给它设置的 所以你会看到 我们直接Ctrl加T啊 给它做变化的时候 这个边框特效也会跟着这个框框动啊 这就是图层样式的一个妙用 OK继续给它往下拖啊 拖到一个女爵的比例合适的位置就OK 我们把前面的这些文字图层 Ctrl加T啊 给它拖下来 起名新中式 你也可以给它起上自己的名字啊 也不一定要起课程的名字 我就说怎么按不了快捷键了 原来是我把中文模式点开了 OK这张画呢 我们如果要写小心得的话 可以写一个以金色边框作为装饰 好 加上副标题给它挪一下 你也可以写上自己的一些小心得 都是OK的 那这样我们的新中式这一张就做好了啊 给它稍微排一个板 把它们俩对齐啊 尽量对齐 其他像底下的这些啊 它肯定会由于比例的不一样 会有一些参差 像我们这张啊 比较短一点 这张比较长一点 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 给它按照上面的这种形式 接下去去排版了啊 那这个时候就不用给它 像上面这一张一样 边边都要给它对齐了 好继续 我们直接用暖心治愈这一张 再复制一下啊 Ctrl加勾 Ctrl加T 脱下来就OK 按照刚才的步骤 我们选中这个水彩风这节课 把它拖到 这个治愈风 刚复制出来的这一张里 放在这儿 然后把这个力图删掉 是不是还挺简单的 其实就是复制修改 把自己所有的作品 都贴到一起就OK了 比画画可简单多了啊 同学们 因为我们最后一节课 要做一个作品集 也方便大家去平台上 发呀展示呀都OK 这个字我就不改了 大家要明白是个 咋回事怎么写就OK 一步一步给它复制 这边呢就不用和上面一样 必须每一条边都对齐了 但是中间留的空隙 尽量都差不多 就是这两边 它们这两边的空隙啊 都尽量给它目测一下统一 尽量都保持一个 大小一样的状态 然后把新中式这一张删掉 我们把韩系放进来 偷梁换柱 老师敲键盘的声音好帅 这就是熟练的声音 Ctrl加T Ctrl加Z Ctrl加Z是我的老朋友了 我都要快把这个键盘 就Ctrl和Z 这俩键给磨突了 我这个还不是画画呢 你们可以 如果还有机会看我画画 你们就可以看一下我画画时候 那键盘 啪啪啪啪啪 就疯狂的 Ctrl加Z 就为什么 论我的Ctrl加Z 为什么突了 好 我们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 其他这些图 我先隐藏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这几张整体的一个效果 你会发现 不管它们的颜色 里面颜色是什么颜色 我们只要用一个统一的边框 给它们装饰一下 你就会发现 它们这几个 是不是现在还变得挺统一 挺好看的 放在一起 非常的扬言 我们就用这种方式 继续来做 然后我就 不说每一个过程了 因为过程都是一样的 一直给它 Ctrl加Z Ctrl加勾 容易和那个Z搞反 我就直接说勾了 Ctrl加勾复制一个 再把里面的图片换掉 把文字换掉就OK 国潮这个刚好顺手给它放进来 国潮这节课 因为当时我没有带大家 大家的线条都练的咋样呀 因为国潮这个画风 对线条 线稿要求还挺高的 因为你如果线稿没勾好 你之后再上这些大色块的时候 就会非常的难受 就感觉画面 即使你色块铺的非常均匀 非常的整齐 非常的有耐心 但是还是会看起来很乱 还有小清新那节课 你说的是 水彩那节课还是 还是暖心治愈呀 还是有一个唯美少女 这个是我唯美少女风的案例 头发的发丝画的是吧 一会儿可以给大家再说一下 头发眼睛啊 到底该怎么画 你们还有啥问题都 现在就想好 我们一会儿统一来回答 毕竟是最后一节课了 我尽量把我所有知道的 都跟大家传授一下 把我毕生所学都传授给你们 Ctrl加T啊 拖一下这个边框 因为我们是用图层样式做的 所以这个 它的边框 粉色的部分 会随着我们画布的大小 就是这个框的大小 去自动变化 非常方便 就不用我们爱个去调了 好 继续Ctrl加勾复制 一定要放整齐哦 国潮还行 颜色没找好 大家国潮画的案例是哪个啊 是这个大熊猫财神吗 我再放一个 清新风上去吧 这个是我为这节课专门 就是当时小清新风的时候 唯美少女 专门准备的一个案例 不知道大家画的案例是哪一个 是这个是吧 你们画的也是这个案例吗 我当时案例就是 画完了当天就赶紧去 去课上讲了 比较及时数一试 你们画的不是这个呀 其实都是差不多的 OK继续Ctrl加勾 那你们画的是哪个呀 是 我盲猜一下 难道是绿色那张吗 就是绿色头发那张 其他的我好像没什么印象了 全是头发那个 那是绿色头发那个是吧 我对那个印象还挺深的 那张头发应该还挺难画的 还有人物的五官 那张五官我觉得 如果是对五官了解比较少的同学 很容易翻车 所以了解到这个情况之后 我就就是连夜 也不至于连夜 就赶紧把改案例提上了日程 就之后我们画了这个小女孩 画哭了是吧 看来大家都经历了很大的折磨 我们画的是小女孩和向日葵是吧 那一张好看的 那一张你们画出来效果应该很好 对 向日葵是水彩我记得 水彩风我画的是小鸭子 给你们看这张 这个我们是有一个本来的案例嘛 我把那张案例翻画了一下 用我自己的一些理解去重新画了一下 也是等于半个更新 更新了一半 好 给它拖下来 我刚才已经复制过了 感觉这一步都还挺重复的 我就边做边跟大家聊天好了 我记得之前有一个同学问我 我网上翻一翻弹幕 我记得刚才黑豆同学问我 老师怎么选择属于自己的风格 还是每一个风格都必须会 我们来说一下这个问题 就是其实说到风格这个东西 它其实怎么说呢 在画画当中是比较玄的 也不是那个啊 是比较玄学 因为我刚开始画的时候 也是跟大家一样 去接触了特别多的风格 可以说比我们多风格还多一些 当然没有我们多风格学习的这么系统 当时就只是自己去画啊 我也 我们当时 没有像大家这么方便去上网课啊 所以我都是自己在家里摸索 然后呢 去画了很多风格 说一下如何形成个人风格 这一点啊 首先你得知道有多少风格 对不对 我们多风格这个 其实就是帮大家从临摹阶段 开始走向原创的一个过渡了 因为之后日系的话 建议大家就我们还是会有案例的 但是建议大家还是尽量自己去原创 因为不管你是自己之后去接单呀 或者是自己搞一些创作性的图 都是需要有原创能力的 不能说每一张画都离摸案例对吧 所以这一部分 就主要培养的是大家的原创能力 如果你还没有把握原创的一个思路 建议去再把第一节课啊 看三遍 第一节课应该已经整个思路 都跟大家讲得很详细了 这个图我还得继续往下拖一点 再说一下形成个人风格 就这个事突然被岔开啊 容易忘了再说一下 我们个人风格就以我现在的来说吧 我是比较擅长画二次元和古风的 其实如果说是那种纯正细长眼睛 非常妖妖的古风 那我还是画的不是特别多 给你们看我作品集里面这一张 先把这个关掉 就是你们可以看到背景这一张 我把它放在了一个半透明的背景里 这一张图呢 我当时是画了大概有半个月吧 是断断续续画的那种 画了也俩礼拜吧 就这张图是一个敦煌风格的 但是用了一个古风的画法 你们能看到我画的古风其实也不是那么 细长眼睛妖妖的那种大美女 所以我就先和二次元来进行了一个结合 也就是说给二次元的人物穿上古风的衣服 你们可以这么来理解 所以这个我觉得我画着比较顺手 那它慢慢的就成为了我自己的一个风格 所以大家还是得先去多画 因为在自己的学习过程中 你肯定会对画画有一些自己的理解 包括素材怎么样去找 你比较习惯 喜欢什么样的画风 那在这个阶段当中都是有帮大家去 首先就是还是得认识这么多画风嘛 我们现在已经画了这么这么多画风了 你肯定是有一个一到两个比较喜欢的 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考虑 把它多画一些这样这种风格 作为一个你的延伸吧 这个风格比如说这个日式风格 这小柴犬 你画的越来越多了之后 就会形成你自己的一个一套体系 别人一看到这张画 再看到你另一张画 就会知道这张画是你画的 我知道我能看出来这个画风 对吧 这就是画多了以后才会形成的 如果你是画了一两张 那肯定就没啥味了 对不对 没画原创先跟课了是吧 那也行 先把知识点学到手 OK把我们小美人鱼放进去 再说一下怎么去 我们刚才已经说了原创个人风格 就跟大家再说一下 可能会有些同学比较烦恼 我到底是要画一个风格呢 还是所有风格都会画一点 那这个如果有一个新的考虑 就是你们如果是想作为一个自由的插画师 就是不是把它当作职业去做的 那你们就可以去形成一套自己的风格 如果你是想当一个职业画家 比如说去公司里干活 去公司里当一个正式的职员 那你就肯定得会画公司要求的风格 对不对 每一个公司它的风格都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一些要求画古风 就比如说像这种新中士 可能会去到一个平面设计 包装设计的公司 那他们就会比较喜欢新中士这种风格 如果你是去到一个画水彩类 水彩类我想一下 可能是文创那种 画文创类公司的话 他们可能就会需要一些水彩的画手 去画一些胶带啊 或者是什么的 那这种风格是不是就得要求我们去画水彩风 所以绘画多个风格是完全没有坏处了 只有好处 所以呢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职业追求来吧 如果你只想当一个 就是把画画作为一个兼职 或者是作为一种艺术追求 那就可以去 领摸一下 或者是多原创一下 自己的找自己的画风 如果你是想去公司 那你就肯定得先了解一下 你想去的公司 他们要啥风格 是二次元呀 还是后图呀 还是韩戏呀 还是欧美风呀 就得先了解一下公司的风格 因为你这就不是给自己画图了 那是给公司画 是给老板打工 所以根据自己的这个职业规划来就OK 但是会多个画风是没有画出的 你即使是作为自由职业者 是自己在家里做着接单那种啊 那你也会得会很多风格对不对 比如说有些老板他们可能会用这种水彩风 我之前接过一个水彩风的 就是他们要画胶带嘛 就是画那种用水彩风格上色 我们那个是手绘水彩啊 不是电脑画的 我当时是拿手绘去买的水彩颜料和水彩纸 去画的这个水彩胶带 然后之后也有 就是你们可能见到一些淘宝上 不是会有画头像的吗 或者是画逼纸呀啥的 这些我其实都有接触过 他们要求的风格就不一样 那这个时候你如果多了解一点风格呢 是不是多画有这个风格的案例 他们就会觉得 你画这个可能这个欧美风 你画欧美风觉得还不错 那他们就可能会考虑 让你去画这个单子对不对 所以会多一点 风格是没有坏处的 我把它存到照片里 是动图 但是不知道怎么从照片里 把它交作业 你是存到手机的 那个相册里的吗 如果是手机里 那可能就 我记得之前好像有同学说过 手机没法交动图作业来着 可以用电脑来试一下 电脑它交的会比较方便一点 黑暗风怎么样 黑暗风你说的是那种 比较阴暗的风格呢 还是比较 就是整体色调会比较暗 歌特那种呀 我是不是忘记把这几个 果然 我忘记把它们放到同一个相册里了 去把这个运营插画放进去 OK 意思是 兼职的要会多个画风 全职的要专注一个画风 对的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你们可以这么来理解 但是如果是 等一下 你说的兼职应该是 不去公司上班 是自己去画是吧 其实严格来说 不管你是去做兼职 还是去全职啊 都是要会挺多风格的 但是大家只要把基础打好 我觉得风格这不是啥事 因为你看我 我现在虽然画二次元和古风多一点 但是多风格 这些每个画风 水彩啊 心中士啊啥子 韩士 厚图啥子 我都会画 是吧 所以大家只要把基础打好了 其实就 风格的转变只是 你要多动一点脑子 去学习一下它的子 它有哪些特点啊 这不就是 我们上课学的嘛 这个画风有什么特点 它用色有什么特点 转变画风 就是这么来转的 手机可教动图 今天才教是吧 哎好 那你可以教一下 那个同学 怎么去 教那个动图 你存不了 WEB旧版 是找不到这个导出吗 在导出里边啊 在导出里边呢 还是说导出之间就 没法导啊 一张原创都没画 那你就赶紧得加紧了 抓紧时间画原创 好继续 我再复制一个 把我们最后这张 耳叉公主 给它放进来 黑暗风怎么样 黑暗风的话 血腥那种 是吧 也不是不行 怎么说呢 有点 有点 可能接受的人 不是那么多 就能这么说 可能不是很有 有很多人能接受那种画风 然后大家如果不管是画 到底是画啥 什么画风啊 薄图呀 扁平呀 厚图呀 都是 首先你得有基础 基础得打好 也就是把我们的素描 还有每个画风的特点都得知道 这样你才能 适应多个画风的转变 对不对 你之前就画过一张黑暗风 是吧 我记得之前 我记得之前有一次看 看我们 之前上一个班的同学的作业 他画了一张那种 医院风格的海报 好家伙 那看得我背后一两 但是啊 就不是 会有那么多同学 能接受他啊 你就每个人对画的理解 他就不一样的 有些人他就 见不得那种 呃 就是带那种 比较黑暗元素的风吧 啊 这其实是 接受度的问题 OK 感觉差不多了 所有排版 我数一下 123456 718 9 10 11 然后给他减去了几张 这个Q版案例 我还是不放了吧 因为目前看起来已经 我们的作品集已经特别完整了 你也可以删删剪剪 不一定每张图要给他放进去 就放你喜欢的 你觉得画的好的 就OK 而插这一张 我放哪儿了 啊 在这儿 给他放进来 一定要打好组哦 好 我现在画好之后啊 你们都能看到 每一个照片 都是一整个组 这样就方便 我们之后 整体给他做调整了 好 继续 给他写上 你的大名啊 大作 这是大家自己的作品 我就先随便写一个了 比如说 我是童童啊 那我就可以写上 然后来做一个小头像 还可以给他填充一个底色 我们给童童这个名字 给我的名字上 也填充一个粉色的小过渡 和其他的也统一起来 外发光 刚才已经设置好了 所以你们能看到 我直接点外发光啊 它就自动设置好了 非常的方便 非常的好用 调一下位置 放在这边 然后我来随便选一张图片 作为我的头像 你们也可以用自己的照片 或者是自己给自己画的头像 这不就派上用场了吗 我直接在我的简介上 去截一张好了 比如说这小女孩 我觉得很可爱 我就用她来当头像 这个是我画 之前画的一张 RX画风的作品 你们会发现 整个画风非常可爱 然后颜色也非常亮丽 就是相当于绘本内页那种 这张我当时画了老久了 可能有三天吧 三天其实 听起来还好 其实 三天不算很久 OK 我要用圆形的框选工具 框出来一个圆形 因为头像基本上 都是圆形的嘛 对不对 给它框小一点 把这个小女孩头里边 主体给它留下来就OK 选择反向 然后删除 刚才按错键了 不是按错了 不是删除键 是按了一个填充 手抖 我还可以给这个小头像 复制一个 把这个小头像放大 给它填充上一个 深色吧 深颜色的粉色边框试一下 先把涂层不透明度锁定了 宝贝们 如果要换颜色 先锁定不透明度 把它放进来 听一些大佬说 设计一个IP形象 IP加包装 IP是什么意思 说到这IP 大家也可以了解一下 IP是目前来说 我觉得行业里面比较 比较火的吧 IP到底是什么 这个你们可以当做一个 形象来理解 就比如说我们 喜阳阳和灰太狼 就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 他们两个呢 喜阳阳和灰太狼 是不是就属于一个动漫IP了呀 它就是可以作为一个个人IP 去推展的 还有我们冬奥会的冰敦敦 它是不是也算是一个IP呀 可以围绕着冰敦敦 去做了特别特别多的一个小周边 对不对 IP它其实是可以扩展的 IP它就是一个形象 你们可以就这么理解 是有一个固定的形象 固定的模式 然后用那个模式来给它做一些扩展 比如说给它做成明信片 或者是做成小手办 对不对 这个冰敦敦的手办 大家都抢疯了 我来写一个小介绍 给你的头像底下写就行 我直接照抄一下 我的个人简介里边的文字 擅长二次元 古风插画 儿童绘本 画风 儿插画风 这个因为不一定是绘本 我直接写儿插吧 儿插画风 大鹏APP的图像 对 其实这个就算是一个 IP 但是它没有做出来一个实体 它就只是一个小图标 就如果是IP 你肯定是要有一套完整的体系的 就比如说 我们冰敦敦 它是不是就会有正面图像 背面 侧面 你都能有 它是一个立体的图像 所以才能各种扩展去做周边 给它做各种可爱的小动作啥的 二次元 古风插画 儿插画风 也不一定 我这个写的比较少 大家也可以多写一点 对 所以IP形象它是得有一个立体的形象出来 就不能只是一点点 就一个小图标 比如说像我这个小女孩 这个非常可爱的小魔女 如果我要把它 它现在是只有一个图片嘛 对不对 我如果要把它做成一个IP 那我是不是得给它赋予一个立体的形象 不仅是人物三式图 像这个正面呀 或者是正面 或者是侧面 还是它的背面 这些呢 我都是需要画出来的 而且不仅是只有形象啊 同学们 宝贝们 除了形象 我们IP 还是需要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呢 就是性格 就比如说 冰敦敦 它起来就是看起来会比较憨啊 比较可爱 就在那儿 这个人物里面蹦打 就非常可爱的一个形象 它的性格呢 就整个是一个憨憨的 非常可爱的性格 所以除了我们形象啊 IP的性格也是非常重要的 就比如说灰太狼吧 它就有自己的性格 它如果只是一张扁平的插画 只有一张正面 侧面 背面 只有一张三式图 那它还是不太属于一个IP啊 IP呢 是全方位的 它一定要有自己的性格 老师 动漫是属于哪种风格的 动漫的话 是比较偏二次元的 大家之后去二次元那模块 就会知道了 就是目前还不太清楚 给二次元代课的是 跟大家代课的是哪个老师 不过大家放心 我们老师都是十分专业 能派去画二次元 它肯定是非常擅长了 专长二次元 我把这个头像的位置稍微调整一下 大家有没有是比较喜欢看动漫 然后来才学习的插画呀 走进了插画的大门 我就是 我之前初中的时候吧 特别喜欢看那个 守护甜心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过 就是那个插画 什么那个插画啊 插画想多了 就是那个动漫 我当时特别喜欢看 就是一个暑假 好像有六十多集吧 我记得 有好多好多集 我一个暑假全给它看完了 就非常喜欢 之后呢 就是画 它那个画风嘛 去离摩 三个蛋 对 就是那个啊 它们会有一个 可以变身的 那个叫什么 叫什么蛋来着 我忘了 就是一个鸡蛋的形状 非常可爱 这里边有小人 那我就是那个 我的画画入门课啊 就是看了它 然后才慢慢开始 喜欢画画 去走上了这个 画画的画画之门 好 整个给它再调整一下 然后别忘了 你写上 你可以写一下 你的联系方式 如果不方便 留微信呀 或者是电话啥的 你可以写一个邮箱 邮箱也行 就比如说 我随便敲一圈数字了 at 随便敲一圈数字 这数字是 多少年以后的 这个QQ号呀 才能有这么多位数 我们给它格式 选一个居中模式 那这个时候呢 你就会发现 它所有的文字 都处在一个中间的位置 再给它稍微挪动一下 然后行间距我们也可以缩小一点 让它俩更紧凑一点 字符啥的设置 就在这一行里边去找 字体大小 还有这个字体的粗细 粗细你也可以在这个字符里边 把这个T点一下 它也可以变粗 OK我们缩小看一下 现在这一整个作品集 是不是就做得非常完整了 不管我们之前 是用了哪些画风的作品 像这暖心治愈呀 心中士呀 水彩呀啥的 只要它有一个统一的边框 是不是看起来就 特别的好看啊 特别的整齐画一 然后如果你不喜欢 白色背景 也可以给它填充一个 深色的试试看 那这个深色感觉效果不怎么好 还是变回白色吧 大家如果要用深色的话 你可以先提前给它做一个设计 比如说把这张纸 也变成一个黑色的 或者是给它加个白色边框 就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首先是整个边框 你首先得统一了 包括我每一个 两个照片中间的这个距离 中间这距离是从下到上 全部都是统一的 那其他的地方 像这两个错位的部分 我给它的距离 也是差不多目测上去啊 是一个基本相同的一个状态 所以它们看起来会非常的整齐 不管什么画风 只要放到我们这模板里边了 它就会看起来非常的标准 你们可以按照这个方法来试一下 当然我这个直接复制的 就没有给它调胶带的位置 你们也可以调一下胶带位置 比如说给它这儿啊 多挪出来一个 然后把这边的胶带 Ctrl加T来挪到另一边去 都是OK的 像这边我们就可以给它旋转一下 放到底下去吧 放到这儿 或者上面再加一个啊 都是OK的 只要在这个大框架里 所有的你的作品都会看起来很好看 那我们作品集这个大家应该都会做了吧 你们也可以用这个模板 也可以用我们素材包里的其他模板 都是OK的 做好了之后 我来导出一下试试吧 上课之前有同学说 我们可能会超 超这个 超过 尺寸是吧 超过大小 我来导出一下试试看 导到桌面上去吧 JPG格式 名字随便敲一个 OK在这边啊 你们就能发现 我直接点保存之后啊 应该都见过这个JPGE选项格式吧 在这里边呢 我们就可以给它调整品质 你把这个箭头往下拉 或者你刚开始啊 建议大家拉满 看一下拉满的尺寸是多少啊 我这个是7M 应该是够了啊 这7M应该可以交 你可以如果觉得超出了 或者10几M了 你可以再把这个文件缩小一点 就是把这个小标标 给它往左边拖 你就会发现 这边是不是立刻就变成3.3M了 这3.3是绝对绝对够交作业的 宝贝们 就直接把这个小标志 往左拖就OK 然后如果越小了 你就会发现 这个直接变成700K了 这肯定是 你交上来的作业 会非常非常模糊 建议大家尽量控制在 7个M以内就OK了 像这个4.5M都是完全够用的 然后点确定导出就OK 我来把这个图片打开看一下 看一下我们作品机 你放大看 这些画是不是都还挺清晰的 给你们看一下我的尺寸 图像大小 我这个宽度是2480 这高度直接到9500了 是非常非常高的 但是我存出来的图 你们会发现 它也只是个几M 是个位数的 对不对 所以你们在导出的时候 只要这个尺寸啥的 颜色模式啥的 你没乱调 那导出来的应该都是没问题的 包括分辨率 我也是用的最高的那个300 然后再跟大家说一下 分辨率这个事情 我们之前不是都一直要求大家300吗 就直接 你们如果要调分辨率 就别 静好画布以后再调 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我们这先调一个吧 比如说你调分辨率 这个是100 先给它创建出来 如果你觉得这个分辨率 它低了 你想给它往高了调 你如果在图片大小 就是图像大小里面调到300 你会发现 这个宽度是不是也跟着变了 我调到100给你们看 100的时候它是700多宽度 如果调到正常的300 它是不是就变成2000多了 所以大家如果要设置分辨率 就一定要在新建画布的时候设置 如果你之后设置 那就救不过来了 你一旦把分辨率放高了 你用了个A4的画布 或者是2000的画布 你改成300分辨率之后 就直接飙升啊 那个尺寸 所以大家 如果要注意这分辨率啊 就只能在你新建画布的时候 注意一下 老师交代素材在哪里呀 你什么交代素材呀 是我刚提到的那个交代吗 我画的那个交代吗 那都好几年了 他估计都停卖了 而且我记得那个老板 他当时是去拿到 去拿到那种漫展里边去卖的 那老板我现在都找不到了 我当时约稿的老板 我担心电脑以后的内存 有什么建议 PSD图呢 什么该删除保存哪些好呢 再说一下PSD这个事啊 PSD我们 只要是你画的一张完整的画 全部全部都是要保留下来的 因为这个PSD格式文件特别特别重要 不是说它本身重要 是里边的图层非常重要 就像我画一张画 它肯定是分为线稿图层 上色图层 还有各种模式叠加图层 对不对 我们画一个画应该都需要很多图层的嘛 如果你把PSD删了 之后如果有人质疑你 你这张画是抄的 或者是这张图不是你自己画的 你如果没有PSD 你没法证明这些的啊宝贝们 所以你自己画的图PSD一定一定要存下来 都不要删 全部都不要删 每一个只要你是一张完整的画 都要把它的线稿 这个色块啥的那个PSD 一定要保留好 这个之后能当做一个证明的 这个非常重要 要是笔刷 全部都变成一个样子了 怎么办 你是说这边是吧 你要不试着重启一下 它的 你是说每一个都变成了同样的一个 就没有任何变化的 全部都是同样一个图标嘛 那完了 你之前的PSD都删了是吧 那看看回收站里有没有 还能不能再救一下 如果真的实在找不到了 那也真没办法了 对啊 就留着别删啊 大家千万要留着 就现在其实还不是那么重要 如果是以后大家去画原创了 把你的这个PSD删了 那可就是太难受了 包括我自己画画的时候 有时候图片太大了 电脑存不下了 它卡了一下 电脑直接死机关机重启了之后 那PSD不见了 或者有损坏了 我甚至都得重新画一遍 大家自己的PSD一定要留好 买个U盘存是吧 对 这也是一种办法 我是买了一个硬盘 就是那种直接一个T 直接900多个J的硬盘去存 也会在电脑上留备份 因为万一你硬盘一个丢 一个损坏了 那是不是也很难受啊 那你画都丢了 得不偿失啊 所以大家一定要保存好 存网盘里的是吧 网盘也行 就是下载的时候 可能会比较麻烦 不过也是一个办法 可以当做备份来存 老师我 WEB储存格式时出错了 怎么办 是怎么出错了呀 导出 它是哪出错了 是你的格式有问题吗 还是说你文件 建得太大 画布建太大了 临摹的没了就没了 怎么说呢 也确实 因为临摹相比于原创来的话 还是原创最重要 存不了不大 好 那我们就这个作品集 已经跟大家讲完了 那反正也是最后一节课了嘛 我们肯定还是要跟大家来做一个 对绘画系统上的一个答疑啊 包括大家问的这些问题 我觉得也都是 可能很多新手小白们啊 都比较常忽略的问题 大家也都整理一下问题 积极的发言 我们在这个多风格最后这节课上 跟大家多做一下答疑互动吧 存不了不大 不大导出的时候也会有问题吗 你的那个PS 它提示的是什么呀 它怎么给你提示的 只有JPJ图片 你是只留了JPJ是吧 那你删除了 那也没办法了 除非我回收站能找到 水印怎么打啊 好 跟大家说一下水印的事 就拿这张暖心治愈风来说吧 它刚好没有水印 如果大家要去打水印的话 你可以新建一个图层 用文字 比如说我们是大鹏教育 那我再把这个字打好之后 点对勾就OK 我一般打水印 因为我们是有专门的水印的嘛 所以就直接用那个啊 但是我这也没有 所以就直接跟大家打字 你可以在水印上打上自己的名字 笔刷变成一个样子了 怎么办 我刚刚问了 你是全部都变成了同一个样子呢 还是都没有压感了呀 如果是全部都变成了同一个样子 你要不重新启动一下 重新启动一下 我们来电脑试试看 或者是把笔刷全部都删了 然后我重新导一下试试 因为我电脑没有出现过这种问题啊 不好意思 可能就没有出现过这种问题 还真没法跟大家说 好 继续我们来说打水印啊 我已经把这个字打好了 这个字呢 你也可以打自己的名字 也可以给底下再加一个小的文字啊 就九点我来试一下 比如说这串数字啊 是你的联系方式 那你也可以把它们打到一起 我把它们两个再凑近一点 这个是你的上面的名字啊 然后底下呢 是你的联系方式 之后我们把这个图层啊 点击右键删格化一下啊 不删格化也行 不过这个之后操作可能会比较麻烦 系统自带的怎么安装 你说的是常规笔刷这些吗 嗯 建议你在删除之前 把它们全部都导出来试试 就是跟大家说一下导出笔刷吧 插播一个导出笔刷的知识点 比如说你想把这个常规笔刷啊 或者是任意一组笔刷导出 或者是你点单个也行啊 如果是只想导出一组 那就把这一整组点起来之后 我们这边啊 就是我这个可能是在右边啊 如果你们是把笔刷放在其他地方了 都是在笔刷我们界面的右上角 这儿啊 有一个导出选中画笔 把它点住 之后你去选位置就可以了 啊 不管存桌面呀 或者是存哪啊 都可以 把这个位置千万别搞错了 随便存一个地方之后可能就找不到了 啊 之后再点确定就OK了 它就自己导出了 好 我们把这个水印删格化一下啊 就是删格化文字 右键那边就有 调整一下位置 存这个出现无法完成的操作 出现未知错误 这个难道是你的 是性能问题吗 你要不重新画一张 就是画一 随便画几个简单的导出试试 如果还导不出来的话 可能就是电脑的问题 可能电脑就是有限制 OK Ctrl加勾复制 把这个水印 一层一层的给它复制 复制Ctrl加勾 差不多覆盖 全部覆盖住就OK 我们把所有的图层 全部全选之后 右键合并图层 现在你的所有文字图层 它都在一个地方了 对不对 把它放在合适的位置 之后缩小 一下不透明度 这样是不是就变浅了 你这样打上去的水印 除非它们一个像素 一个像素的去抠 不然是没法去掉的 所以这个可以跟大家安利一下 你也可以给水印上 多打一点大字小字 都给它安排上 这样你把不透明度 稍微缩小一点之后 这个水印就不容易去抠了 或者也可以给它改变一下模式 比如说给它加一个颜色 给它改成红色试试看 所有的字体先变成红色 我们也可以用图层模式 来给它改 如果加个图层模式 那它们抠水印的 就会更难抠了 你可以看一下 哪个效果好 这个字好七彩呀 我觉得都不怎么低 还是用这种深色 正片垫底这种吧 线性加深也OK 就是给它稍微改一改 图层模式 那当时同时也要保证 我们水印是一个全覆盖的状态 可以做一个水印笔刷 操作更方便一点 不过水印笔刷做起来 还是比较麻烦的 大家如果有兴趣 也可以去了解一下 如何去做水印笔刷 不过我还是比较习惯 这种人工手打 因为你每个笔刷 可能都不太一样 或者也可以你直接自己 就不打字了 自己去写一个名字 自己去写一个名字之后 给底下写一串你的联系方式也行 然后再给它复制 粘贴复制粘贴 各种挪位置 去给它全覆盖 然后再加一个图层模式 就OK啦 好 我们还剩一点时间 要不然跟大家抽个奖怎么样 刚才之前上课也预告了一下 我们课程内容讲完 如果剩余时间还多 可以跟大家抽个奖 这个具体操作方式 就需要大家拼一下 大家的手速了 已经开始扣一了 别急别急 我说一下方式吧 只有在我抠了一串数字之后 在我后面抠数字的同学 前我们抽一个吧 这个时间可能也就够画一个了 我们来抽一个同学 画一下你的照片 或者是你想让我画哪个照片 都可以 转手会啥的 别急别急 让我先来抠嘛 你们别急 别急别急 我抠了才有用 停停停 先停一下 好像直播抽奖那种 网络模式 那行吧 你们发吧 也停不下来了 我就 我就闭着眼睛 我已经把弹幕抠好了 我闭着眼睛 我按一个回车键 之后谁在后面 谁紧跟着我后面第一名 那我就画你 好 三 二 一 OK OK 我们的幸运观众出现了 幸运观众可爱幸 幸运同学 是我拍个照片 以我这边 大家可能网速都有不同延迟啥的 以我这边拍的照片为准 给你们发一下 到底是哪位幸运观众 我这边看是纯白 8262同学 恭喜这位同学 你可以在群里 把你要画的照片发出来 我已经给大家发了 在群里你们都看一下 纯白同学 你在哪个群 赶紧给我发照片 直接发到我们群里就OK了 没关系 没关系 大家可以自己画吧 然后刚好顺道 教大家一下 如何去 再复习一下 怎么去画Q版 老师我每次游系统填色的时候 都有白边 用扩展也没用 老师说改变游系统的什么 我也没明白 难道你说的是 让我看看啊 别急 先画一个圈 妈呀 错过了啥 你错过了抽奖 不过我们已经抽完了啊 纯白同学赶紧给我发你一图 我们是有一个到油气筒工具 我不太常用那工具 包括 包括魔棒工具 我其实也不用 就是基本不用 是根本不用 让我找一找 那油气筒在哪 在这 见面工具这 试着填充一下 你们会看到 它上面有白边 如果要 发群里的是吧 好好好 看到了你 但不是你 这就是 这是 没办法 因为我都是随机的 可以把容差调大一点 我试一下 因为我也不怎么用油气筒 其实 把100 消除锯齿 所有涂层 感觉效果还是不怎么好 但是基本上已经涂颜色了 放大给你们看一下 像这边还是有一个小白边在 或者你也可以 用魔棒试一下 魔棒其实我也不怎么用 魔棒我们把容差调到100 试着填充一下 我要给你当场研究一下 它怎么 其实 调到100之后 也还行吧 我觉得 就是得你手动再填充一下 或者是选中 魔棒工具这个范围之后 我觉得我们这儿是有一个 可以扩大 选区属性的 怎么是你呀 我给它换个快捷键 描边填充 用完扩展之后还是用白边是吧 那你可能就得手动补一补漏 因为我平时画画的话 我去涂色填色块 是魔棒也不用 这个油气筒也不用 就是升填 升着手动给它填 这样又快 我觉得画的也很方便 就是可能得有些细节需要抠 扩展开大点 也行 这也是一个办法 就可以自己试一下 你可以把扩展开到 二三都可以 好 我看一下纯白同学在群里发的图 是你自己捧了一束花是吧 好 我新建一个图层 刚好我们来借此机会 再跟大家复习一下Q版的画法 画一个小头像 好 好 家伙 这个画布也太小了 我给它放大一点 500x500吧 好 这个大小差不多 我感觉还是有点糊呀 我给它用1000吧 改成1000试试看 没见图 那你可能是在另一个学官老师的群里 因为我们同学是来自于两个群 我画你有点崩溃了 为啥呀 好 我们顺道来复习一下Q版的画法 首先第一步是不是 先确定一下我们的头部大小 先画一个圈出来 里边所有的细节啊 在这一步都不要去抠 尽量克制住自己抠细节的手 先把轮廓打出来 再打一下线条 因为我这个人物的脸啊 我要画的人物的脸 它是有一点侧的 那么纯白同学这张照片上 美女的脸它是侧着的 所以我就给它画了一个歪歪头 如果是正常模式下 我们的线条是不是横着是这样画的 那如果是侧脸啊 就给它侧一下 当然竖线也是一样 竖线由于还是个正脸 是正面朝向我们的 没有给它转脸 所以这个竖线我们还是打在脸中央就OK 我其实有趣看一下 看了大家Q版的作业啊 画的都很不错 都很可爱 有的同学也已经能画原创了 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飞跃了 已经 OK我们继续 好来标一下耳朵的位置 耳朵差不多也是在这个中线上的 画个腹肌吧 童童 腹肌啊 腹肌其实你们如果是 如果是我给你们上韩系啊 那边那个韩系案例里边 有一个小姐姐的案例 他就是有腹肌的 我当时去画了那个案例啊 就画了腹肌 不过这个现场演示也不太好演示了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韩系案例里的腹肌 还挺好看的 我觉得啊 那个小姐姐锻炼的 身材很好 这脸有点太扯了 我Ctrl加T给它旋转一下 我画的有点太侧了 然后这边捧着一束花 我直接画一个三角形 然后这边是手抱着 Q版我们之前也说了 肩膀一定要窄一定要窄 直接一个大弧线画下去就OK 从哪看我的回放 我应该已经 我都捷克了 我那个我之前带的是 0110起 这个比你们多捷克了一周呢 所以他们的回放已经没地儿看了 好 打好形之后 那我们把涂层的不透明度 往底下调一点 感觉我这个嗓子日渐衰弱 然后画一个眼镜 眼镜我们也之前说了 要在我们打的中线上画 想看呀 我之后还要再带一节多风格呢 你们有兴趣了可以来串串班 能发给你们 这个视频只有官网上有啊 但是要是没了的话 那也就没有了 可以找学馆问问 能不能看一下 往期的课程这个样子 因为官网那个系统 也不是我会搞的 我还是专门负责 给大家教课上课 画一下脸蛋 我们Q版脸一定要圆圆的 但是由于这个角度限定啊 所以这个下巴会比较尖一些 因为是低头的 你们可以看一下韩信那张 我其实画案例的时候 因为铺色嘛 我是手动直接生铺的 所以生铺可还行啊 所以就是铺色的过程会比较长 我会一般会略过铺色的过程 如果是上下两节课的话 像我们Q版 我是直接略过铺色的 因为没啥可讲的啊 就纯粹就是 就是跟大家 耗时间 没啥技术含量 所以还是多留点时间 给大家讲一下知识点 那个阴影 还记不记得啊 包括这个投影 你们有没有看那节课呀 每节课都跟上的同学应该知道了 这个块面 它的暗面部分和投影部分 有一个什么区别呀 你们能不能有人说出来呀 有没有人能说出来 接斯丹的时候 要怎么跟甲方谈细节是吧 这个其实他们 有一定职业道德的甲方 他们肯定会提前跟你说的 就是比如说 比如说有老板甲方 想要一个头像 对吧 那这个时候 比如说像我们 今天这个抽奖的形式 他如果想让你画一张照片的Q版 那他肯定会提前把 这个照片发给你 就像我们成白同学一样 会发到群里 或者是肯定会 或者是单独发给我 但是如果是老板 他们肯定是会给你要求的 不能你啥 他啥要求都没说 啥都没说 就开始让你画 对不对 所以要求一定要先问清楚 想知道接稿的过程是吧 看来大家对这个都很感兴趣 那可以趁机聊一聊 你们可以去米画师 应该都听说过吧 去米画师上可以去看一下 不过大家还是建议先形成一个稳定的画风 阴影要实 头影要画实 阴影可以虚 头影要画实 画尖锐 没错没错 我们竹青同学还是很有 记性非常好 看来也是理解的 吃的很透 你同学也是 大家都是有了一定领会 这些呢 你们都可以在之后 自己画原创的时候多注意一下 可能有些同学 他如果不听老师讲课的话 就是那些自学的同学们 没有去报课的话 就是没有专业系统的学过 他们可能就是画了好几年 画也不知道这个规律 所以还是 如果是画画这种专业性比较强的东西 还是报班学一下会比较好 像我刚开始 那当时也没有 不会流行什么网课呀啥的 没大家这么上网课这种条件 当时就是自己生化 就耽搁了很长时间 走了很多的弯路 浪费了很多时间 那我就边画边跟大家说一下 接稿这个事情啊 就刚才说到了米画师 你们可以下载来去看一下 暗部有反光我不理解 反光就是 反光的这个亮度啊 你别超过亮面就行了 不管它是皮裤 还是啥的 不管什么材质 这个暗面的反光啊 一定一定它再亮也不能超过亮面的亮度 只要注意这个就OK了 老师是哪里的 老师现在在北京呢 在北京给大家上的课 但是老师是西安人 西安人 陕西人 我给你画一个高马尾吧 我们来画一个高马尾 把马尾辫绑得高高的 这边也是有一些小杂乱的发丝出去 这种就是画面的小细节 大家在画画的时候 一定要多往画面里面填小细节 OK我接着说啊 米画师都把这APP可以下载了去看一下 大家在有稳定的画风之前 可能那个接单平台的要求还是会比较高的啊 包括我见到过很多画的挺好的人 他们那个审核机制也比较迷 他们的审核机制也比较迷 就是可能有些画的特别好的都过不了 但是有些呢 就是画的特别简单 看起来又没有什么技术含量的反而能过 这就导致他们的审核比较玄学 所以大家可以去看看就OK 那上面呢就会有特别多的一些商单呀 或者是一些平时那个普通的私单的委托 他们呢就会在里面写清楚要求 如果是大家有老板或者是有甲方啊 主动去找你 就没走米画师就主动去直接联系你微信啊 或者是KK啊或者微博那种联系方式 那就得去跟他沟通好啊 你要画什么 要画多长时间 你的预算是多少 我这边的价格又是多少 这些都是要前期开始说清楚的 包括整个的一个流程 就约稿的流程 首先肯定是得是老板找你 对不对 或者是你去主动去找老板 之后老板就会给你要求 如果他没有给你呢 肯定是要在这一步就谈妥的 包括价格 画啥 都是要在这一步 要跟你说清楚的 之后呢你也要把你的要求 就是你这边的一些过程 比如说你要画草稿 草稿的时候肯定要给人家看一遍的嘛 然后再是线稿 然后再是成图这种 一般线稿呢是不怎么给看了 只要把草稿你不要画的太抽象啊 一般是不太用就是线稿还要再看一遍的 但是这三步基本上是都会有的 尽量都跟甲方确认一下 万一他的这个线稿没过啥的 那你得肯定得再修改了 对不对 所以完成这一步之后 就是你自己画画的部分 建议大家 如果不是你特别了解特别信任的甲方 之前从来没有合作过 那可以在你出草图 出草图他那边觉得啊 你这草图画的还不错 就可以继续画 那一定要先问他要定金 定金的价格一般是 你的总体价格的20%吧 或者你们也可以看着要 就是不能让他白嫖 不能让他有白嫖的机会 我们最后画完成图之后 给他一定要给他先看打水印的 不能直接给他截图一个没有水印的 那他人家直接把你的图存去了 那就惊慌失措 也没法去逃对不对 所以这个大家给甲方 全程看的啊 只要他没把钱付清 没把钱付完 那肯定要给他们看的 从草图开始 都是会打水印的图啊 就稍微打一点也可以 不用打的太重 起码是有水印的啊 不能直接去给他们看 全部的图 这样万一他们把你的图拿去了 就得不偿失嘛 对吧 我们也不能被白嫖啊 画画 因为也是要动脑子的体力活 对不对 就虽然只是在凳子上坐着 但是也是很有技术含量的啊 我们不能被白嫖 打一个蝴蝶结 我现在其实已经没有在看着照片画了 可以直接加入工作室那种吗 你是说漫画工作室那种吗 也不是不行 但是如果是那种工作室 他们没有什么合同保障啥的 我觉得是不太靠谱的 万一进去坑你怎么办 让你去干了好几张 好几张活不给钱这种 那我们也不能被白嫖嘛 然后如果是漫画工作室的话 你是说正式职工那种 正式职工的肯定是要签合同的 包括大家如果之后要去接一些大的外包 都是要签合同的 因为他们会给你缴税的啊 而且一般缴税呢 也是甲方那边缴 就大家可能现在还接触不到 不过先跟你们提个醒 如果你们以后要去接单啊 去有这种 如果是只画一个小头像啊 这种就没必要 如果是甲方是那种公司类型 那就在签合同的时候 一定要跟他们说清楚啊 税这边是你交 我不交税 也有些甲方他不负责税务 那这也没办法 那就看你要不要继续画了 你要是觉得他们那边就是税 不给交税 但是自己如果要交税的话 要交特别多 那就我不干了啊 直接跑路 但是这个都是要前期谈好的 你不能画一半 就直接坐地起价 这个就属于没有职业道德了 所以价格啥的都是价格交稿时间 包括你的画风 然后这个如果要牵扯到税务这边啊 都是需要提前谈好 你再开始画的 如果是中间甲方那边有什么变故 或者你这边有什么变故 那都可以先商量着来 二次元那种有哪些工作室 二次元漫画嘛 我觉得漫画平台这两年好像只有快看会比较火一点吧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过啊 我是以前看过快看 但是后来也就慢慢不怎么看漫画了 不过听说我是没有接触过漫画 听说漫画那边会比较 怎么说呢 就比较赶 因为他们会有截稿日嘛 你要在截稿日期之前 把好多好多东西全部都画好 那真的是非常赶 所以目前会市场上 你们会看到一些 就是有勾线的这种 有勾线这种活 漫画勾线这种 那其实我们也是很考验勾线的能力 和你对画面的理解的 我是听说的 就是那边流程是你的主编 或者是你的主美 就是主笔 画草图的那个人 他们会先打一个草图 然后你去给它完善细节 包括这些都是勾线类的活 那也是很需要 技术含量的 不是你会描线了 就直接就能去的 OK草图我就直接删掉了 给它打个括号 有水印 直接写个水印吧 一定要打水印哦 要出门了 是吧 好 之后去看回放也OK Q版的手画得有点过于敷衍 好好画一下 这个手指 这个手指 但是Q版的手就不用画的太写实了 嗯嗯 好 然后这边的手指也给它加上 嗯 总是不知道头发怎么画好看 那怎么设计好看是吧 那你可以去搜一些素材 这如果是设计方面 那肯定就是需要我们搜集素材 去对素材来进行一个参考 但是注意 只是参考啊 不是直接照抄人家 参考呢 一般画的20%像 那就差不多了 如果这个20再往上走 30 40 50 60啥的 那你人家就可能会说你抄袭 这是界限大家要分清楚 你们可以去花瓣上搜集一些 像发型设计 或者是一些 嗯 洛丽塔 让我想一下那个字怎么拼了 就 嗯 洛丽塔 好像是这几个字 里边会有一些很好看的发型 你们有 我也可以一会儿给你们搜一下看看 都是可以去 作为一个素材的参考啊 我自己也去存了特别多那种 洛丽塔风格的一些发饰 或者是衣服啥的 当做以后的 参考素材 老师 符瑞控是属于哪种风格的 符瑞控我觉得它还是比较偏向于 动物那种风格吧 就是对于动物结构理解这一边需要更上一层楼 我们画的不是还是以人物居多吗 人物有人物的 它的比例 风格 大概要求 那是小动物 它肯定也会有自己的一些 面部比例嘛 就比如说 如果你要画一个小猫猫 我也没怎么画过猫啊 就随手画一下 如果你要画一个小猫猫 你就不能把它的鼻子和眼睛画太远了 对不对 小猫猫的五官都是会离得非常近的 然后一般眼睛是一个这样的形状 眼角向上这种形状 非常的抚媚啊 所以猫猫就是很讨人喜欢 完了我怎么觉得它有点像这兔子 给你们画完啊 就还是按猫猫来画 猫猫的话其实是一个这个样子 这是尾巴 然后小猪啊 再给它伸到底下这来 猫猫一般蹲着的话 会比较喜欢这样蹲 我记得 不过我家也没有养猫啊 我就只能凭想象来画 差不多是一个这样的形状 这头 还是画的有一点点 朝上了 给它稍微放下来一点 把脖子缩短 小猫猫还可以给它带个铃铛 带一个项圈 这个耳朵其实是不是有点像我们Q版的耳朵呀 也可以给它带个蝴蝶结 这不就是自己的设计了吗 但是我记得福瑞那种的话 它是比较 更偏真人比例的啊 但是脸呢 还是正常小动物的脸 那种我没有太接触过 但是还是要对动物的结构有一定理解的 OK OK 那这张画我就画完了 是一个小头像小线稿 你可以自己之后去上一下色 都是OK的 然后这马尾我再细画一下 画一点发丝 发丝还是依旧要顺着我们的头发行走 OK 我先保存一个 发给你是吧 好好好 没问题 直接在桌面上随便打一个名字 那我们这个示范就做完了 案例那个作品集也给大家示范完了 大家对于我们多风格呀 或者是大家对于绘画行业里边 还有什么想知道的事情没有啊 或者是哪不绘画 接下来时间跟大家多做一下小解答 我们接下来时间答疑 我就不切剥了 把答疑这段也可以留给 我们看录播的同学们 差不多意思意思 还是就是先练习画人 你是如果要画福瑞的话 那肯定都是得两手抓 像这种人体结构 动物结构都得知道 那才能画得好 然后给你们搜一下那个素材 关于素材怎么搜 其实这也是一个技巧 就比如说上节课有同学问我 头发参考怎么搜 头发的线稿 那你们可以直接搜头发 但是如果你直接搜头发 那搜出来的肯定都是一些写实照片头发 我们还是要加一个线稿 加一个线稿之后 是不是就会出现特别多的一些 头发的画法呀 或者是里边 都是线稿模式 你就可以很好看清楚它的结构 就是想画福瑞控是吧 那你就得两手抓呀 那如果只学人或者只学动物 那都还是画的有点似不像了 还有我刚才说到的发型设计是吧 你可以搜这个洛莉塔发型 它都是特别特别华丽的发型 就是会带上一些小装饰呀 或者是带这种小发饰 还有加上这种同样风格的小衣服 都是可以当做素材的 建议去花瓣找 花瓣我觉得这个素材库它比较全一点 什么网站呀 直接百度 我是百度的画的 大家搜素材 百度上要是找不到 你们可以去花瓣找 这是我直接百度搜的啊 头发线稿 就直接搜就OK 头摸清楚了 就是身子画不好 这个动物的身体 我还是研究的不太多 你可以多去看一下啊 福瑞的那些参考图 然后跟大家说一下整个绘画的流程吧 接下来时间就说一点点干货 首先不管你要画什么 Q版正比人物动物都是一定要先把这个形打好 这个形具体要怎么打 这就是我们素描的内容了 就比如说我们哪里转折 哪里明暗 在画的时候呢 你要观察你要画的这个 比如说动物吧 肯定是要先找参考图 来 这一步呢 我们可以找参考图 帮你们回忆一下第一节课的原创内容啊 先找参考图 然后怎么样啊 确定一个主题 对不对 去按照主题来找参考图 之后呢 我们可以对参考图进行一个加工 因为你不能直接照抄人家的吧 那就是抄袭了 你可能会被挂在画师的耻辱榜上啊 所以不要抄袭 临摹 如果是照着照片画 画成图 或者是转手会那种啊 那你要标明一下 我这个是有参考图的啊 或者是直接照着这张照片画的 并不是我的原创啊 这种有时候需要说明一下 不然可能会被人找事啊 我见过很多 就是微博上的一些画手 就是把临摹的照片当做图 就画好之后 去发到网上 结果被一堆人说是什么 你这抄袭啊 怎么怎么的啊 你又没说这是照着照片画的 都以为你原创的 就不太好 也就是我们这一步发散思维 这一步呢 就是我们对于素材 来进行了一个加工 把素材加工之后 你才能继续往下画啊 就比如说 我之前 给我们试着照了一个 说原创那节课的时候 我给之前的同学们画了一个图 就是我找了很多照片 一个湖面 然后一个小熊 一个雪人的衣服 我们就是给他进行了一个组合 用我们之前学到的构图技巧 比如说要画一个包围式构图 我觉得是比较简单的 比如说我们这小熊 他在湖面上滑冰 这是冰刀 画一个简单的啊 这画布也有点小 画不太全 然后我们可以给他 加上一个围巾 让这个围巾飘动起来 然后湖面上 它整个是一个冰啊 但是我们可以画一些湖面 就是湖面的岸上 可以给他加一些花花草草 但是是冬天嘛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用到 发散思维里边的一个合理性了 我们一定要合理的去发散思维 你不能 比如说我们找了一个参考图草 你不能把夏天的草放在冬天的草里 对不对 我们冬天的草大部分都是杆 画用这个线条来表示 然后是湖面 给他加上场景 远处的山呀 或者是再给他加一个小岛这种感觉 之后再把你的主题 比如说冬至 或者是什么啊 去写到上面 然后你也可以给他这儿啊 加一点点冰面上的碎纹 或者是加一些小阴影上去 我们这是不是就是一个原创的过程了 这些都是 你熟练了之后 都是可以随手画出来的 所以大家还是得多进行练习 照着自己照片画行不完全OK 就有很多大佬们 他们画画的时候 就是全部都画自己拍的照片 自己会经常出去旅行 去拍一些很好看的素材当照片 说反了 拍一些很好看的照片当素材 这样的写生是完全OK的啊 不带有任何金钱色彩 我们加工了之后 用构图 技巧 去给他把整个完整的画面呈现出来之后 我们这一步就是一个打草图的过程了 打好草图之后 就得给他稍微再加一些细节 继续 我们打草图就像刚才画人一样 就只是画了一个大型 那这一步呢 就是给他添加细节 继续给他添加这个眼睛呀 头发呀 包括一些发型 还有耳朵 还有抱着的这束花 我们都是在这一步去添加细节的 对不对 把细节添加好了之后 再描线 这一步直接叫线稿吧 线稿画好了之后 我们就要上色了 先铺色啥 这上色流程我就不用我多说了吧 只需要注意一下 我们铺色的时候 一定要铺平整了 包括边缘 尽量不要有那种蹭蹭哇哇的感觉 不要有这种小线条出来 尽量给他一笔图平整了 和我们的线条一样流畅 外边缘一定要流畅干净 之后就是上阴影了 上阴影呢 我们之前这就是考验到大家的素描能力了 比如说一个圆柱体 或者圆柱体画太多了 画个方块吧 这方块你光从哪来 影子就在它的相反方向 这个大家素描画的应该特别多了 我就不多说了 从上面来呢 就稍微给底下这边带一点就行 我们所有的 包括素描 像这种耳插 或者是一些别的画风 写实画风 扁平画风 如果要画阴影 都是首先要有一个光源的 铺完色之后啊 你就要确定光源了 光源确定好之后 我们才能画阴影部分 对不对 这一步呢 就可以画上一些阴影了 然后再给它啊 完善一下画面 比如说你哪没画好 很多同学就直接掠过了 完善这一步啊 所以你的画面可能就看起来 细节不是那么多 这就是整个的一个思路 你们可以截个图 之后不管你是做原创呀 还是去临摹啊 这个都是会对大家非常有帮助的 可以截个图 存下来 这旁边的我就删掉了 你们理解是怎么回事就行 其实最好的 还是要照着自己照片画 去做一个练习 或者是自己去搜素材 给它组合一下 大家还有没有什么其他问题啊 没有问题 我们就该下课了 也差不多到点了 有问题的赶紧说 趁机啊 珍惜这次的机会 直接拜拜 好也行啊 没问题 我们就下课 大家也早点休息啊 也不早了 我们有缘再见 希望之后在原划 能见到大家 我们班气氛还是非常活跃的 大家拜拜 大家拜拜啊 要多练习多练习 多话作业 好 大家拜拜 我们来日再见啊 之后上体验课 大家可以 如果有体验课的话 也可以来蹭个课 好 大家拜拜 早点休息 同学们再见了 拜拜 拜拜